個人網路平台已經融入我們的生活了對不對 我想一般來講 其實每個人在社群裡面都有 想被看見的心理需求 那當然所以我想這種心理需求 不只有出現在就是功課好 或者明星特質的所謂的經營階層 每個普羅大眾都有這種需求 因此有機會就很多人就想當YouTuber 然後第二個原因當然是 所謂的媒體解構的效應 在早期就是我們要經營媒體 或者是當明星門檻都很高 你要不然就資本密集很有錢 要不然就是你可能要很對主流媒體 胃口的一些才華 然後這些門檻都非常高 可是自從這種自媒體興盛以來 就像黃明志講 他說我早期唱歌丟去demo帶 全部石沉大海 後來我心意橫開YouTuber 就一泡而紅 因為像這種自媒體的時代其實 誇張的講就是說我們只要一台手機 我們就可以又是電視台台長 又是主播又是明星 所以因為本來的大紅溝變成小水溝 所以就促進很多想要 讓自己被社會關注的人 前撲後撿進來 就變成那種YouTuber的現象 那請問你們兩個在紅了之後 有曾經在棉被裡面偷笑嗎 是沒有到偷笑啦 就是直接爽出來這樣子 對啊就大家認識 有被大家看見耶 大家認識耶 那有成功喔這樣子 我是沒有偷笑我都在大庭廣眾之下大笑 我很狂這樣 是嗎 他跟我們講的一個故事 我們其實本來想要跟拍啦 但是就算了 他說他不敢去台大公館附近 來告訴大家為什麼 沒有啦 因為我們的頻道的觀眾 大部分都是像台大的學生 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所以像是西門町啊或是公館 或是像獅大夜市這些地方 我就平常現在就不太會去 因為去到那邊基本上 走起路來會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可能走十公尺要走三分鐘 因為會有人一直想要找你合照 太紅了 就是在那幾個固定的區域 所以問一下許浩怡 她剛才冷冷地講 我就是不方便去台大獅大附近 像我都很光明正在那裡走 都沒有人提我 她真的講台大和獅大 她就是知識分子的那個 其實現在因為是分眾的年代 所以每一個YouTuber 就是代表那個族群的發聲者 好 她是台大和獅大 所以臉上就有一種傲氣有沒有 是